大家好,胡萝卜营养丰富,但是总是找不到胡萝卜最好吃的做法。 今天第一次试验制作成功啦,所以就分享给大家。 先把胡萝卜切成斜刀块,然后切成菱形片。 切好先放进大碗里面。 一把窄洗干净的荷兰豆,也切成斜刀片。 放在盘里备用。 几朵香菇去地,提前要洗干净。 然后把香菇切片。 可以和胡萝卜放在一起。 锅中烧水,水开以后,把胡萝卜和香菇放入锅中,炒水。 上下搅拌均匀。 锅中水开以后,一分钟就可以控水捞出来。 锅中倒入食用油。 放入葱花和蒜末。 煸炒出香味。 接下来把胡萝卜,香菇,还有荷兰豆一起下入锅中。 先翻炒均匀。 调味的时候也很简单,放入一勺食盐。 一勺生抽。 少许的鸡精。 翻炒均匀。 这三种食材没有太多水分。 如果太干的话,可以加入点清水。 翻炒几下,出锅之前拎上水淀粉。 然后收一下汤汁,就可以出锅啦。 这三种食材都是营养很丰富的。 搭配在一起,也是风味独特。 好吃又营养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做法,就收藏试做吧。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